你怎麼看這個藍營 現在這三名這個女性的縣市長 他們所深陷的這個處境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看 現在這個在政治人物的 這個聲望調查裡面 盧秀燕其實在這個中二補選過後 在藍營支持者這一塊 他掉了六趴 但是妙的是柯文哲大漲了二十二趴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柯文哲接下來真的會慢慢 把國民黨給收編了嗎 這柯文哲的東西 我們先把他往後壓 我們現在看國民黨這三位女性的首長 像宜蘭臨之廟雖然無保請回 但是講說十四個縣長要站在同一陣線 只怕這個敢站在他旁邊的人 可能沒那麼多 大概就朱立倫去站一站 朱立倫願意過去站的話 這個是未來可能的未來事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 因為其實像我們時代列昂內部 也有在查這個案子 我們釐清了就是他整個親戚 親朋好友關係戀 實在太過複雜我看是很難脫身 那他的這一趴先移開 因為為什麼呢 朱立倫真的想推的是北北基陶聯合競選 北北基陶聯合競選 所以他所設定的真正要打的女將 可能是萬美林 都不是這一些 那盧秀燕是可以獨立作戰的 那就交給他去獨立作戰 因為他現在盧秀燕的風格 好像是傾向跟戰鬥藍結合 找許巧勁他們嘛 就是在臺北用火力來掩護他撤退 這樣子 有沒有用我們持續觀察 那米蘭比較可能去鎖定打的 雲林的張力上 我個人認為也可能是一個破口 他的這些案子 的確是有一些詮釋的空間 但就我們目前瞭解 沒有岩家那麼精采 因為岩家就是蓋了這個 一個皇宮出來 給你這個參考 雲林他也有青浦宮 也有一個落雨松森林 開放的大家都可以去參觀 這個做好防疫 就過年的時候可以去蓋一下 搞不好以後就看不到了 那在這個現階段 因為民進黨可能會判斷料 沒有那麼多會往後打 所以這三位女將 可能就林志廟壓力會比較大 文秀燕可能是長期戰 那張力上可能是最後 好我們來看 那當前當下的危機是什麼 這就可以講到柯文哲了 如果國民黨無法團結作戰 那柯文哲就可以一一談判 所以真正國民黨要擔心 不是說民進黨要來打我了 我可以跟國民黨人直接講 民進黨在五月前 應該不會有真正的主怕出來 因為五月前 他們要黨內自己先扭打 這個黨內互打優先 因為他們要先出選 現在就要打了嘛 聽到有新聞 大家自己去看 好但是重點在於說 在這個民進黨 還沒有出奇的時候 柯文哲一定會在那邊大力扭動 拼命的想博取媒體的注意 拼命想博取網路的注意 那有些國民黨人就會被他瞄動 比如說像好龍斌 內心就癢癢了 就說要不要合作啊 可是怎麼合作 國民黨內有誰能夠真正信的過柯文哲 那你說要合作的話大概 其實在依照去年的格局就是 臺北市我跟你合 藍白合 你國民黨新竹市讓我 讓我的高宏安去選 可是重點在於新竹市經過這麼多竹竹 並得風風雨雨 他氣勢起來啦 在立國民黨覺得說我靠我自己打就贏了 你來跟我分什麼 所以原則上來說 朱立仁可能沒辦法去hold這一塊 那就是柯文哲接下來要跟蔣安安去談 蔣安安可能自己會去談 因為蔣安安說年後要參選嘛 其實蔣安安的最大問題就是膽子很小 要選現在都可以講嘛 為什麼要過年後 他就是上一次本來說要選 後來又不選 其實也就是膽子小 所有國民黨人給他的建議 就是勇氣膽子要大一點 可是他就是膽子小 好他希望安全的話 就是黃珊珊要怎麼處理 這就是一個奧秘的 柯文哲現在按著一個黃珊珊 好像黃安安出來選 你國民黨會被我掐住煙火 蔣安安一掉 國民黨爐上烤屁 這個蔣家要滅了 回歸一個根本 黃珊珊到底想不想選 我們就從這裡來分析 如果黃珊珊很想選 那你藍白河把他換掉 他一定很不爽啊 會滅亂嘛對不對 那如果要交換呢 黃珊珊退下來要幹嘛 你柯文哲下來之後 蔣萬安安來之後 沒有黃安安的空間啊 難道是蔣萬安去選市長 當選之後 他的那時立委要讓給黃珊珊嗎 是這樣的交換嗎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交換 那柯文哲會這個獨一算滿對的 那黃珊珊去選蔣萬安那區嘛 也許可以把威農打敗啊 好重點來了 如果是這樣換 黃珊珊自己跟蔣萬安安換就好了 就是國民黨跟親民黨換就好了 因為黃珊珊現在也是親民黨啊 他不願意挑去民眾黨啊 所以黃珊珊自己換就好 幹嘛要經過你柯文哲 再被你柯文哲利用一輪 好那我們再想另外一個可能性 如果黃珊珊不想選 黃珊珊就覺得其實他身體也會有一些 這個沒辦法承擔選舉的部分 所以如果黃珊珊不想選的話 那對國民黨來說 我幹嘛跟你合啊 我都跟你拚到底就好啦 反正你都不想選 你不想選你票就少了嘛 那如果民眾黨在不想選的狀態 搭配黃珊珊去選 黃珊珊選這個市場 就是在民眾黨議員的小姬 大概評估 現在評估大概九萬到十萬票 左右的水準而已 沒有什麼威脅性 因為假設現在在民調上的領先 大於這個數字 好所以拉回從頭 國民黨現在的看法是 特別是黨中央這一派以拖待變 你柯文哲急到五月之前談 我才不要跟你談 我不要理你 就算你一直動員一些人來弄我 我都不要理你 我就拖 拖到你垮為止 但是國民黨有一個很可能的破口 昨天我跟一些國民黨議員確認過 他們現在還沒確定議員提名辦法 不知道是現任優先 還是現任跟新的 新人一起打起來做殺尿牛丸 一起下來做初選 那很可能有人初選落敗 他心有不甘會再跳去民眾黨 這就可能會讓柯文哲 撿到一些人 大概也是在五月以後 所以現在國民黨 他真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對內不安 朱立倫有沒有辦法化解自己黨內的紛爭 就是他能不能直挑2024的最重要的關鍵